MACOOOOOO OK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馬克朗en的展區 那大家現在就可以看到是全新的720S 720S大家都知道當然就是JT的650、675的旗艦的位置 當然除了P1以下啦 P1以下的旗艦位置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它車頭已經 最明顯可以看到車燈的部分 它跟以前那種馬克頓廠徽的那個形狀的頭燈已經不一樣了 它現在改用是內牽的設計 而且不止無止啊 大家除了看到這個LED燈條跟裡面的LED燈具之外呢 它這個下面的孔洞其實也是可以讓汽油進去 讓車輛可以已經散熱 那當然下面的話就是整個碳纖維的一個氣壩 這些孔洞當然就是針對不論是下壓力啊、散熱啊這些的等等的功能 然後那我準備看到側面 側面其實是這台720非常大的一個重點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如果對650這些車子有印象的話 大家其實會知道 它其實在側邊也就是車門的後方的部分 它那邊都會有一個進氣的一個口 但是720不一樣 它把車身整個簡潔化了 所以它後葉子板那個地方 它是沒有進氣口的設定 那它進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它改到了這邊 它是在門板這個內側 大家可以看到這整個弧線的進行 然後下來 它直接從這邊進來 然後到後面的引擎 那後面的引擎呢 它已經不是馬克林之前慣用的3.8升 它已經把排氣量拉到了4.0升 所以可以讓這台車動力達到了720匹 非常驚人的水準 而且不僅如此啊 這台車我覺得非常厲害的是說 因為它720匹馬力 它還有78.5公斤米的這麼強的動力 它只有輸出到它的後輪而已 它不是一台四驅車 可是它的0到100加速這樣可以壓在2.9秒 我認為這個是後驅車非常非常強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在它後面的尾翼的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整個是曲面的設定 然後尾燈也跟之前的像650 P1 也都略微的不同 其實我們不管在側邊啊 或者說像這個角度看 其實我都覺得720雖然它跟之前的650等等 這些都跳脫了 但是我覺得它的肌肉感其實都更為明顯 而且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帥啦 雖然可能說真的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會看 不太習慣它的頭燈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到它的側邊 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一樣是幾皮的內裝 那當然它這個綠色的這個裝飾呢 像這種東西馬開人都可以由MSO 也就是它們客製化的部門進行選配 那當然肯定是這種超跑選配都要價不非啦 那旁邊的話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粗壯的這個門檻 那也就是第二代專為720開發的這個單體式車艙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它的儀表 儀表的部分呢其實也是720的賣點之一 大家現在看到它的儀表是一整片的對不對 可是其實啊你可以藉由架子模式的調整 把它向下收折合成 只有一條像轉速表那樣的 就很像賽車的設定 這樣子你假設在跑賽道的時候啊 你不需要知道那麼多資訊 你只是要知道簡單 但是清晰易懂這樣轉速這些的 那一個設定下就會很清楚 那當然中間它就是它的 大家看到它就是中控 那中控的話它現在的檔位的 已經不是像以前圓圓的那個小按鈕 它已經是用這種一片式的設定 好那我慢慢拉出來 我們先看到車頂這邊好了 這個也是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以前像60啊570這些 他們車款雖然也一樣是這種上先制的車門 但是它並沒有涵蓋到車頂 那720這個很不一樣 就是因為它單體車艙的結構強度已經很夠了 所以它這一次車門已經跨越到車頂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其實它的車門大家都知道這個開起來 這種門開起來非常非常帥 但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這是什麼 它比較佔空間 而且會比較高 那這樣子呢假設啦 我知道買這台車的 你不會停在小小的車位 但是假設好了 你家裡已經有很多輛超跑 但是你空間有限的時候啊 這個車門它其實已經叫650來說 它更像內縮20mm 所以你在停車的時候 你就把車門打開 你就比較不用怕去卡到旁邊的車子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儀表設定 其實也都是非常簡潔的啦 這個已經是顯示比較多資訊的一個介面了 可是其實還是很簡潔 然後還有包含像它的 方向盤都是碳纖維的啊 然後還有像它的 像馬克恩 它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撥感的部分 它們都做得這樣細細扁扁的 這個 對於輕量化 有一點點的幫助啦 對啊 但是 也是蠻好玩的 它們近年設計的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 車門的頂桿 然後還有碳纖維的一個 車輛結構 然後 它的前輪其實也露出了一半 好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台呢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喜歡啦 因為看到像這一部分的肌肉感 其實是非常夠 而且非常簡潔 我真的蠻喜歡這台車的 那 當然 我們之後肯定 會有機會在台灣看到這台車 只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看到之後囉 好 那我們準備要往下個車廠的展區邁進了 那先跟大家說聲掰掰 來 那台那台車是不是不賣 不是的 那台車是不是不賣 那台車是不是不賣 我終於看見 一定會不賣